好 那么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场主赛 这是一场男子余量级的胶量 中国选手李振宏对阵来自美国的查尔斯·本内特 是的 本内特37岁了 在国际MMA这个行业里面是一个出名的老将 非常有个性 确实是刚才出场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他的个性了 这个性格拳手 而且他是不按场理出牌的这么一名选手 哦 这查尔斯·本内特是个佐世 对 大家更愿意叫他的这个外号封马 封马 他这个封马的名字 对 哦 侧串 所以刚刚我们讲的像吕振宏啊 年轻小将一定要在这种 面对这种比较不按场理出牌的对手的时候 要滚住 每个人用侧串还真是少见 对 对 现在这个很多UFC选手啊 像Tian Jones啊等等这嘴炮啊 那个侧串已经是完全跟中国人侧串不太一样 对 而且我还注意看他们的位置相对就是在小腹 对对很低 对对很低 对 像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散打的侧串 有的时候会中高位的会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 而且发力要比他们欧美选手这种发力要脆得多 对 发得脆 我觉得中国打这个侧串腿又是侧串腿 最好的人我见过是祖国俊 没错 走进去这个侧串确实是 亚洲第一快腿啊 对 我曾经问过你这个侧串腿这个秘诀是什么 没有秘诀 踢两个地方 要么踢头要么踢膝干 别的地方不踢 因为中段很容易被人接住 对 哦 哎 刚才一个提西 李志宏反应很快啊 是 好啊 好了 熊马不要太闹啊 要好好打比赛 这是在比赛 所以要小心 中国的小将 既然敢给你打 对 就绝对是有实力 右手 右手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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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右手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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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对 两个人年龄上像差了13岁 凯燕总 这个队 对 从哪一点点的距离 对 Tommy 对 他看点空间 这样的话可以打 对 他针对 凤马针对每一次 吕正峰的这种地面 这些杂技啊虽然次数不多 他都有这种躲闪和阻挡的意识 对 而是利用身体的空挡 会做一些移动 还是有些经验 现在凤马慢慢地往龙边靠 想说一翻转出来 这就是经验 现在迅速的是 完全把位置给转换过来了 一轴 太有伤 太有伤 刚刚后马这个撤到龙边这一转身啊 非常漂亮 借助龙四的这种力量非常漂亮 很有经验 很有经验 这个李建宏打得有点急 有点乱 不要着急压稳了 你连续先说有时候想上了就把对手给KO了 对 对 对付这种老油条啊 不好打 不好打 还是得稳扎稳打 哦 哦 哦 漂亮 哎 等我李正宏这脚是上去 哦 打到眼睛了好像有一点点 我看着鸿马眼睛再长 摸一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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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 corrigh enterprise 今天比赛选大动作 哦 是 对 风马的这个反应 手不拿下来 就直接用身体的躲上舀 来躲这种很妮仅的动作 很无 за脚的 onder Atlas 对 小啊etera 小啊 àro的走击 嗯 boss 哦 这一匹前很重 然后我们看到只要李政宏做这种地面的垂机啊 风马肯定有动作 对 影响对手 其实也在影响的时候 也是在保护自己 是 第一回合还有30秒 风马在说话吗 对 很多次比赛 这种惊喜镜头里边 就是风马做这种动作 这对头的比赛只有十几秒了 最后的10秒钟 对 最后那个那一下也是结实 对 对 有请颁奖嘉宾 激宁 慧泉明酒董事长 连建明先生 喜酒公司山东片区 总经理助理王永波 为胜者颁奖